3D列印逐渐走入了大众的生活 也悄然地改变着传统工业制造的技术 不少人预测它会引发下一波的工业革命 让我们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细鼓的3D列印技术展一探究竟 细鼓资深电子工程顾问原Tendi研究实验室主任阿兰·雷格斯认为 3D列印将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需要了解它而不是对它感到恐惧 之前3D列印技术多运用于工业设计 今年来开始普及直接进行物品的制造 北美Solid Concept三维打印机 可直接将数字化设计的工具 飞机及武器等快速列印制造成型 Macord Technologies三维打印出骨骼模型直接消毒后 可以在手术室内再铸造手术模型 随着3D列印的物品越来越多 从饰品 玩具艺术品到乐器以及自行车 汽车 3D列印可应用的范围可说是方方面面 It's plastic silver coated and it should be about forty dollars We also are making cases so you can personalize your own cases for your smartphone and those cases are also about forty to fifty dollars There'll be some changes to make because a lot of the machining work 目前市场上的3D列印有多种 它们都是根据3D设计图 通过将粉末状的材料一层一层的进行打印 最终打印成型 新唐人记者韩宁 盛和熙采访报道